8号行政院会上全体默哀 向408次太鲁阁号伤亡者致议 截至7号上午11点统计 卫福部捐款账户一累积4亿5281万捐款 对于各界涌入爱心 行政院长苏贞昌承诺必定专款专用 这个专款专用要用在实际 受伤受难者给实际 可以领需要的人 要有专业人员律师会计师公正人士及家属 一起参与来了解整个并公布所有结果 苏贞昌也强调会用更大力量 加大加码加快来改善东部交通需求 希望对于台铁未来怎么样子的经营 才能让这个监护者偏乡 监护者最人口稀少 却交通正义要求要到各个方面的做法 能够做好 而台铁局针对这次重大事故 目前仍在进行铁道修复工作 也已列出后续改革项目 对于我们行经工地的铁路的列车 我们也会检讨做一些管制 重新检视沿线各工区 那要进行高规格的风险管控 参考高铁跟其他的轨道系统 我们希望能够再评估 这个有高风险的路段 能够优先来建制预警的一个告警系统 台铁局表示将参考高铁跟捷运 两个月内完成行车规章修正 针对有弯道处两隧道间距离过短 影响列车驾驶试据者 应予以降速两个月内完成调查 针对东部铁路建设部分 已陆续完成花东南徽铁路电气化工程 已经在103年跟109年完成的 花东铁路电气化 以及南徽铁路电气化的工程以外 目前正在积极的办理的 就是花东铁路双轨化 交通部规划 2021年起将台东支本 至花莲间扩建为双轨 总工程经费为456亿元 预计2027年全线通车 预估可增加39%运能 解决花东铁路一票难求困境 有些新闻九国五六台北市采访报道